一樣口耳小腸 你去吃個早餐 旁邊的阿姨啊 哎呀 年輕耶 你怎麼搞大 那死人耶 那死三人 你怎麼搞大啊 他們就非常大嘴巴 然後你隔壁的歐巴桑呢 跟你一起吃吃早餐的歐巴桑 就看你一眼說 喔 年輕耶 你八字很重喔 我們都不敢走過去喔 開啟小鈴鐺 影片上架通知你 乾了一半就公安意外 其實發生公安意外沒人願意啦 沒有一個工地是願意發生公安意外 但是為什麼老是那幾個建商 整天發生公安意外呢 一樣的道理 只要是他第一個案子發生公安意外 第二個案子發生意外 就代表他的工地管理是非常鬆散 他請了工人的水準是不夠的 為什麼水準不夠會發生意外 因為如果是一個夠水準的工人 會知道說我走路要直直走 對 不夠水準的工人就會亂走一通 不該走的路他就跑去走然後就掉下去 那或者是說你可能在工地裡 不小心喝了酒精過高的阿比亞 阿比亞喝酒了喝多了 不就是頭暈暈就掉下去嗎 那當然夠水準的工人 直接在乾涼睡覺午覺是可以的 夠水準的工人 在高空睡覺他都敢做 因為他睡覺的時候不會翻來翻去 不夠水準的工人 怎麼睡都會掉下去 所以這案子就是在上面做一做之後 摔下了幾個人 然後當然 他可以說我們這個沒有發生 我們不是兇工地 因為人可能是送到醫院才死掉 所以是等於死在醫院 用這種方式來去搪射 說沒有沒有我們沒有死過的人 是在醫院裡面死的 什麼其他的病變 他可能什麼 原本他自己就有心臟病 所以他是心臟病死在醫院的 跟我們工地無關 有人這樣講 可是事實上就是 這地方可能是停車場阿 然後掛了三個人之後呢 他的魂魄就在這裡不甘 很不甘願的到處遊蕩 對啊我怎麼知道這麼會這樣 為什麼你沒有把那個什麼東西收好 你為什麼沒有把開口封起來 然後就在這邊到處遊蕩 所以蓋到一半舊公安意外的那個房子 那樣的建霜 那樣的建案 你就會發現 當然第一次他是兇工地 一樣口耳相轉 你去吃個早餐 旁邊的阿姨 哎呀年輕的 你怎麼這麼大 那死人 那死三個 你怎麼這麼大 他們就非常大嘴巴 然後你隔壁的歐巴桑呢 跟你一起吃吃早餐的歐巴桑就會看你一眼說 哦 年輕的耶 你八字很重喔 我們都不敢走過去喔 然後開始加油天出 越講越恐怖 哦 上次我天上那邊有個魂魄 從一樓拍出來喔 嚇死人喔 都會發生這種情況 那只要是 還有那種什麼 一樓開店面 然後就沒多久就倒 啊 那兇工地有死人啦 做什麼就倒什麼 啊 斷他沒幸福啦 什麼的 什麼話都會講得出口 不管是不是真的 可是你心裡就有一個陰影 但是呢這種兇工地住起來本來就不太平安 然後 所以你回家就不敢回去了 因為如果說今天發生意外是在電梯裡面 你敢不敢搭電梯 因為我聽過電梯會亂跑的 PTT有一些飄板啊 就會講說什麼 你想要去五樓你要按八樓試試看 因為按八樓搞不好五樓開門 就知道你可以回家 這什麼恐怖的電梯啊 那當然 因為為什麼常常會 那個工人兇工地發生在電梯經裡面 因為電梯是一個開口 比如說房子蓋了12樓 對不對 然後呢電梯開口 如果工地管理沒有做好 如果你請的是一個外行的 或是說外籍的一個工人 他不知道說你的開口是沒有封起來的 蓋著蓋著就掉下去就死掉了 從樓上摔下去怎麼不會死 然後還有那種直接插在那個 地下那個電梯頸的那個鋼筋上面那種 死狀很淒慘 那原因是誰 工地問題啊 工地管理你鬆散了 工地主人可能喝酒 工地主人就是整天不管啊 那介紹通過減料啊對不對 那害誰 害得到你買預售物的人 我以前的一個工地主人就跟我講說 哎呀死位啊哪個工地不死人啊 你不要想太多不要去放大那個情緒 不對啊什麼叫哪個工地不死人 為什麼我買一個預售物 還要哪個工地不死人 不可以死人不是哪個工地不死人 人不是這樣這麼吵奸的 你說你不敢回家 你不敢搭電梯 你只能敢走樓梯 你電梯會飄 電梯會晃 你就會想到說 哎呦我們電梯僅死一個人 是不是 然後房價很難 你漲一跌 發生兇工地的案子跟不好賣 都是掛在一起 因為附近的鄰居都知道 你不要以為船過水無痕大家都忘記了 鄰居早餐店的阿姨什麼的 都非常的清楚知道說隔壁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今天吃早餐的時候 我們才有一個常常來吃早餐的鄰居 他也不是住我們這一棟 他住附近 然後呢他就說 我以前看房子的時候 這裡都是慘 我以前看房子 這附近都是田 什麼的 如數家珍 那當然我心裡想的是說 哎呀那你記不記得 對面的社區被開一槍阿 我當然沒有直接跟他八卦 因為這件事情 也是我的社區的工地主任告訴我的 他說對面社區在蓋的時候被開一槍 我們沒有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好像他們誰擺平啊 誰沒擺平之類的 最新影片都在好凡網YouTube頻道 記得一定要訂閱哦 打開小鈴鐺哦 第一時間收到最新通知